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最近這個帝黨兵團 賀美町 林安路125項的祖父 才是住到真怕慶 當地基民就來認為 家裡逼去 應該是隔壁當一個棋大樓地宿的 家裡的地板 拍到時比較嚴重 甚至還可以按這個空間 直接看到隔壁處邊的場景 現在中華政府就來揮揚 說這個建案已經是第三個方要求提供 必須要拿到安全鑑定的報告書 並且跟基民集團結合後才可以來學工 家裡的土地 壁民 都是必順 像在家一樣 甚至可以在這裡看到隔壁去 真的有夠離譜 這是賀美町林安路125項的祖父 當地基民向管理院熱情米町前 表示隔壁在建大樓 造成他們這附近22號的房子 背的背 蓋的蓋 傷害證控越來越嚴重 我剛才是這片片拳请斜過來 他想說要將雞蓋的 肺腐炎狀 結果就被人甩這個兩塊 同時這個地基 我就告訴大家 你們要賀 後面這樹枝要加渡 不加渡 現在我們都會有 水公也都回來了 到時候我還叫來用水公 不然我害我一斤水都不通 根相這邊表示 已經請第三方來鑑定 不然他們也都在担保局 就讓管政府鑑室回應 這個建案在離空19年的年底開桿 因為時間作成附近的民體孫海 已經停工兩邊 加上這次已經是第三方了 那我們立即將這個鑑案 來做一個停工的動作 那停工完之後我們會請 馬上請這個監照人 來做這個臨損狀況的一個鑑定 鑑室也來強調 鑑室必須在處理安全鑑定的報告 你參加基民達成夾醫療 這段好感 大中華新聞也有何必採訪報得